就你不用太在意这个镜头 你不用太在意这个相机 就咱们就两个聊天这样 妙妙是中非混血 就是爸爸是中国人 然后妈妈是非洲人 非洲人 对 我现在去一个英语的学校 说英语的学校 所以我中文不那么好 现在你图字很清晰 然后你的发音很标准 谢谢 就是英语学校是属于国际学校吗 对 属于国际学校 就不是那种公立学校是吧 不是 是属于私立的 那学费贵吗 对 贵 贵 一年多少钱 我忘了是跟三百 三百美金 对 一个学校是一年 一个月我觉得 一个月 是什么人办法那个学校 他是你这个国家的人 这个国家 卢旺达的人 对 卢旺达的人 那他里面都是本地人多吗 有点印度人 有点印度人 还有我觉得有一个白人 那更多还是卢旺达本地的那种人是吧 卢旺达最多 别一看还是觉得你就是一个外国人那样子 他觉得我是外国人 他觉得你是外国人 他知道我在亚洲来 可是他不知道在中国来的 就他一看你的肤色 他们还是觉得你是亚洲人 对 亚洲人 可是不是中国人 他们会认为你是哪里人 那天我第一次看到你啊 我就说哇 你爸爸基因好强啊 你知道在中国也有很多那种中非的混血啊 但是他们就皮肤还是有点偏黑 就是我们一看就很明显就能看出他是中非混血 甚至很多人就我没看还以为他就是非洲人 就都不看不出他有中国的血统 但是你我一看到你 第一次看到你哇 你就完全是中国人啊 你在学校里面你同学之间的关系啊 比方你一个黑人的同学对吧 嗯 他跟你之间的交流会不会跟其他那些黑人之间的交流不太一样 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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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他对我是跟别的黑人一样 你说还有很多印度同学嘛 对吧 对 有很多 可是不那么多 我朋友 我有一个朋友就是印度人 哦 我朋友的头发特别直和漂亮 所以我觉得他们觉得我朋友的头发比他们的好 所以老来动他头发 还有看他头发 就别的都一样 他觉得没事 就是头发好 以前他们喜欢我头发 现在不那么喜欢了 因为以前我老弄直一点 现在我不弄直了 我第一个学校 有很多人他觉得我纤纤 一会他怎么说 对我不跟别人一样 可是这第二个学校 我觉得他们不那么管 跟那第一个学校一样 第一个学校他们老喜欢动我头发 说有点人对我好 可是多一半对我不好 对你不好 那份人是会怎么样表现 他 他们会做什么 他看得我不好 他也不喜欢跟我说话 我走着的时候 人在旁边看着我一会小声就说话 可是我现在的学校没事 第一个学校他们管我说 这语言 乱达的语言 一会我多一半没听懂 可是第二个学校 我们多一半说英语 老师也都说英语 上课上几个小时啊 等一下我说 我们现在因为国家让人都去八点半上学 一会五点回去 可是我们学校八点去 一会四点半回去 有多少本书 我们有三个 有一个英语的 有一个科学的 还有一个数学的 就三本书啊 你们就三本书啊 不是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是学地图的那个科 地理 地理 对 也有那个 还有历史的那个 还有一个学 学干活的事 有教音乐吗 唱歌那种 音乐 因为没有老师 老师走了 所以我们现在不学呢 还有那个体育 体育有 我们现在学 就是天天我们选 要玩足球 要玩篮球 一会儿我们就这样学 就最重要的还是英语 自然 英语 科学和数学 和数学 历史 历史不重要吧 不那么重要 就这三个是最重要的是吧 对 跟中国的学学都差不多 但是中国的学生很累 你听说过吗 听说 还有 我听说他们黑天回家 有点学校黑天回家 可是有点时候 有一个时间 学生可以睡觉 对 像你们学的那个 有关于中国的东西是什么样的 一点都不学 有学到欧洲 美国的历史吗 对 我们想在学欧洲和美国的历史 可是我有点时候看新闻 还有我爸老喜欢看新闻 所以他给我讲 一点中国的事 所以我觉得我知道一点 那希望你都知道哪些东西 第一个 现在中国人越来越少 因为 我说现在的事 中国人越来越少 因为在那儿生孩子挺贵 我觉得在亚洲 还有是一个特别漂亮的地方 可是我觉得这儿也漂亮 因为有很多树 中国都是楼 没有那么多 没有那么多动物和树 因为亚达有很多山 因为在亚达留一点都可以看一点 别的动物 还有一个地方 你可以去看很多非洲的动物 所以我觉得非洲挺漂亮 你说那个是叫城市 叫City 中国是有平原 有那种非常高的沙 对 还有很大的树 那个森林 就地球上最高的那个沙 你知道吗 我知道 就是在中国的那个西藏 你自己会在网上去看一些中国的东西吗 我多一半观看韩国 感觉有什么不一样吗 不一样的 我觉得韩国的电影挺好 有点电影都比中国的电影好 所以我老喜欢看他们的东西 他们的电影老讲很多事 也讲那我们想在世界的毛病的事 所以我喜欢看这个中国的电影 我觉得不讲这世界的事 是毛病 所以我喜欢看韩国的电影 因为有很多人看韩国的电影 他们老可以在网上写 这电影特别好 可是中国 他们不那么喜欢看中国的电影 所以我不知道哪个是好的 网友一点人看 像日本的你看吗 我看动画片 日本的动画片 他们演得特别棒 我以前也喜欢听他们歌 我觉得我特别喜欢中国 日本和韩国的歌 我以前也看过孙悟空 孙悟空 你还知道 我特别喜欢 可是现在我看的时候 我不那么喜欢 你是几岁看了孙悟空 大概 六岁 我以前看的是认识真的 我以为是真事 有猪八戒在中国 但是现在我看的时候 我就知道是假的了 我们小时候看 我们也以为是真的 你知道那个陈龙吗 我不知道 我知道 我真喜欢他 我老看他电影 还有一个时候 我要学怎么说 我要学怎么打架 可是我没学好 一会我摔了 所以我就再不学了 Blue Slee 对 Blue Slee 你知道吗 我以前也看过这个 我特别喜欢 可是他死了 女明星你知道哪一个吗 等一下我找 我忘了怎么说他名字 我怕因为我说不好 有人可以漏我 这是新疆的 它叫迪利肉巴 它的家乡就像撒哈拉那样 那个地方 大家就是那个地方的 叫新疆 欧美的你喜欢吗 欧美的是什么 欧洲和美洲和美国的 我喜欢很多电影 我都不会跟人说 可是我老看美国的电影 因为我也特别喜欢这个 我也看那英语的歌 因为我也喜欢这个 可是我现在 我以前喜欢看这个 现在我老看这亚洲的东西 你们还没去过中国吧 我没去过 可是我真要去 因为我觉得挺漂亮 我要看那房子 那高楼 因为这儿 这房子一点 对 一点小 对对对 还有不那么 跟中国的那么漂亮 所以我要去看一次 还有因为您跟我说 有很多有森林的地方 我也要去看那儿 还有我也要看那最高的山 那最高的山可能你目前去不了 为什么 因为它外国人不允许进去 就是可能你要参加旅行社 当然说不定到时候 你爸爸给你弄一个中国的身份 就是中国护照啥的 就可以 因为你可以申请中国护照的 比方现在你如果是去中国的话 你最想去哪里 我最想去看那最高的山 可是我看不了 可是一而不去看那山 我要看那 怎么说 再用于是那大墙 那叫长城 长城 对 长城 对 我要去那儿 因为我听了一个故事 讲那儿的故事 有一个女的 她丢了她男朋友 在那儿 在那儿 挖底下 那长城 挖底下 一会儿在那儿 那男朋友死了 一会儿那女的在那儿 在那儿找她 可是找不着 一会儿哭了 就在那儿哭 一会儿她再一步 她就她也在那儿自杀了 我觉得 是她自杀的吗 我觉得我听的那故事 就是她在那儿自杀了 跟她男朋友一样 difference 嗯 我就听这故事 那个女的叫孟江女 对 对 就是她 她那个故事的名称 叫孟江女哭长城 还想看她 看什么 嗯 有那种说 How do you say 好 在很多国家 可是是一个 玩的那地方 是一个 圆的 一会儿 有很多那地方 可以坐 哦 哦 我要看 我要看 我听说有着 有着特别高的地方 有一个油油签 就在山上 我觉得 她在那儿 No 还有一个 怎么说 How do you say bridge 啊 Glass bridge 嗯 玻璃栈道 玻璃桥 还有我看了一个视频 有一个孩子 在一个特别长的油油间 在一个山那儿 他去后头的时候 差点摔 嗯 一会儿就特别 那个叫懒车 就是坐着一个篮子 一样坐在里面 然后伸上去那个 是吧 我特别喜欢那个 嗯 那个叫懒车 那个有很多地方都有 中国很多地方都有 嗯 我喜欢 因为中国下雪 嗯 我在那儿我要 下雪的时候 我要 我要在那儿玩 我要在那儿睡 你爸爸在那边 有一个老婆吗 他还不太敢 带你回中国 你知道这个事吗 嗯 我知道 对这个你 没有什么想法 还是很自然 嗯 因为是大人的事 我不想 这个我也不管 对对 你这个心态很好 谢谢 现在上初中了 你对以后有什么 理想 OK 我要当一个人 可以 怎么说 Architect How do you say it? 是一个 是一个画漂亮房子的人 哦 就建筑师 设计师 就是你在那儿画画图 你把它画好了 让别人去盖 那种是吧 设计师 希望你早日实现 你的建筑师的梦想 也希望你早日到中国去玩 拜拜 拜拜 拜拜